鍾Sir,他們的存放量剛剛答了 謝謝 我們的廠是新裝修的 所有東西都依足消行條例 沒錯,你們儲存的 全都是第三量的危險品 萬一出事的話後果也不盡 放心,我們明白的,安全至上 對了,你的廠 其中一種原材料,黃輪 不見得放得放的 是這樣的 我們正申請存放第九類危險品的牌照 未有牌照,我們就未入貨 但看到你的廠已經準備運作了 沒有,他們在這裡做一些準備功夫 未有牌照,我們不敢開工的 好,今天差不多了,謝謝你 Sir,那些消防設備,我們全部新裝的 有了這個承建箱的文件 政府批示了,測試過沒問題的 好,謝謝你 謝謝 我送兩杯去 不用了,我們才走 不要,這裡九曲十三彎 我怕兩位檔失落 好,謝謝 這邊 阿Sir,這裡剛剛新郵過的 不用送了,牌照出來了之後 我會寄給你們的 謝謝,Sir,謝謝 謝謝 哥哥,有問題嗎? 我記得我看過這裡的痕跡 這條走廊很久沒有炸 我說是他們的前幾案 那要不要通知好月初嗎? 我不是很記得,才熟了他們多少 我回去看看痕跡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才認識他們 謝謝 阿盈 阿盈 你會拿東西過來總管嗎? 不是 我伸展了停生留職 過來搞些手續而已 發生什麼事,停生留職? 沒有,想走開一下 剛好Polla又叫我去四川號做義工 就答應他吧 你得了服藥症沒有?什麼時候走? 明天,點半 急不急? 我現在可以吃飯,可以聊兩句嗎? 我現在已經不結婚了,還分手了 這樣還不夠,還要離開香港? 還說不知道何時才會回來? 阿盈?我替你解釋清楚 不用了,其實真的沒有這樣的必要 我知道你為了我跟他吵過 是我說不結婚的與他無關 你不要再為難他,好嗎? 你讓我自己一個人靜一靜 你連走也不讓他知道 他已經發生什麼事了? 你要這樣離開他嗎? 我真的不想再為男女之間的事煩 我走了,對大家都會好一點 怎麼會好一點? 你這樣做只會整天都不安心 我不會,你記得你跟我說過 我因為自己太執著 令你失去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不會像你這樣 自己的事只有自己才能幫到自己 既然現在沒有人可以幫到我 那我就只好走開一下 讓自己靜下來 或者時間可以幫到我 你以為這樣就忘記他嗎? 其實要忘記一個人真的不太難 視乎你自己怎麼面對 阿成 其實有你這個朋友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一直以來 在你心目中我都很重要 那種重要 就像在根叔 在Anko 在Rex 在所有的消防兄弟的心目中一樣 你都是這麼重要 你千萬不要看下你自己 還有 有時間的話,不要只顧著工作 跟阿磚他多去街上 又或者教Anko多點東西 陪阿根叔他多點 要不然就跟堅哥他聊聊天 雖然他比較煩 但是這樣,個人也會充實一點 世界也會漂亮一點 你居然想說甚麼 都說了 時間到了,你回去工作吧 好,我發電話給你 再見 Rex,之前你申請說 調回去前線工作 剛好釜山那邊有個位子 你下個月可以去報道了 謝謝,Sir 你來去P不是很久 但是工作表現一直都很好 而且跟那些手足很合作得來 你真的不考慮留下嗎? 我考慮得很清楚 那沒辦法了 有時間回來探望我們 是,Sir Best,為甚麼要走? 難得一起工作,考慮一下留下吧 去哪裡都去工作,一定有機會的 是,好,先做事 有時間嗎?上頭說兩句 現在是工作時間,我不想先說話 阿盈明天下午一點半就會坐飛機走 他下了停身留職假期 他有段時間不會回來 你知道他為何會走? 你追他回來吧 在酒吧裡是我不對,我不應該動手 你追他回來吧 追不追有我的事,不用跟他交的 阿堅,有甚麼事? 阿堅,你怎麼會抱著臉 是呀,你又不是來釣魚 你叫我來幹嘛? 心煩嘛,就找你出來逛逛 從山換水,欣賞大自然 心境也比較平和 就算有甚麼不好心的事 都可以忘記他 阿伯釣了一條魚 有魚 坐吧 行不行 行 不行 這條魚因為貪心才抹大嘴 牠因為抹大嘴才上釣 做人也要,不要貪心,不要強求 這條魚用命搏,去吃一頓飯 就算犧牲了,也算是擁有過 但做人就沒那麼好運了 就算犧牲了所有東西 到頭來換回來的可能只是無所謂 兩晚前頭真是愚蠢,真是遺物 你說什麼?好像說佛計一樣 我都聽不懂 阿瑩今天下午就來香港 牠要走?真可惜 這就是這麼多年來 我為牠犧牲數換來的結果 你還很緊張牠 又不是不知道這麼多年來 我為牠做了什麼 你以為牠犧牲很大? 牠倆的犧牲更大 你別看著我 你要看著看清楚牠倆 牠倆為何不結婚 牠倆又不肯說,我怎麼知道 總之當牠們舒服結婚的時候 我真的替牠開心 問心那句,你是不是真心? 我也知道你很努力地去改變自己 甚至控制自己不去想他們 可以令自己更痛苦 我沒有 你有 那天在酒吧,我也知道你很不妥 我已經知道了,我還看見你上智山 你告訴牠們是嗎? 是 我想牠們因為你才不結婚 免得刺激你 會有誰牺牲大一點 我還不想這麼辛苦 不出了大悲麻煩人家 不出了人類貌,我才想死 你看到我真的中了下來 你就來那個攻風的百金 我沒有跳下來嘛,我真的沒事了 你怎麼這麼多事告訴牠們呢 一個是義無反顧地撐我的兄弟 一個是我心愛的女人 他們應該很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 現在真心自然被我搞散 我不要再被人麻煩,你知道嗎?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條Channel Like這條片,按下鈴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